远景来到现场 白色轿车后保险感脱落 脱上吊车准备再去维修 这时一辆蓝色小货车 高速开过来 远景还特地躲开 下一秒小货车一头撞上 白色轿车跟脱吊车 全场的人通通傻眼 白车受到二度撞击 左侧车身全毁 货车头也凹毁变形 挡风剥离全碎 事发在高雄路逐 27号下午2点多 白色轿车开到没有 停路边准备自行加油 先是遭到电动车追撞 结果拖掉车来排除路况 又被小货车擦撞 当时货车上的乘客 还一度受困车内 女性乘客受困车内 有轻微差错伤 送往秀传医院救治 无生命危险 以上所有驾驶 均无酒驾情势 不止露竹发生碰撞事故 28号凌晨 在左营也有驾驶疑似 精神不济 经过自由新装路口时 迎面撞上带转车 力道之大被撞的车 又往后冲撞到 同样在带转的货车 就有路人拍下远警 帮忙疏导交通 也把事故车推到路边 郭南的颈部受伤 对象的驾驶私男 乘客柯女 赢搭货的驾驶 正男均身体多处擦挫伤 晚上视线插精神插 迎头撞上带转车 虽然没有酒驾 但也造成死人受伤 一个闪神 代价不小 三日情务胡适应 我会示范告诉我们的道